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說這個話題 我相信很多人 甚至乎各位在聽的朋友 你們必定會吃的東西 是什麼? 就是飯 我相信不會 有人跟我說我沒吃過飯 從我出生到現在我一粒飯都沒吃過 我不會了吧 甚至乎你說我只是戒飯 有人就覺得是戒飯 即是說糖問題 我們今次跟大家說一粒飯 這粒飯有什麼好說呢? 究竟怎樣煮一煮好飯 才會營養好呢? 做錯了就原來會營養流失 再加上 之前有說很多 就關於白飯 吃得太多沒有益 糖 各樣那樣 對身體不好 原來其實有些人 是真的需要吃飯的 有些專業的分析可以告訴大家 究竟什麼人是需要吃飯 有些什麼人 不可以不吃那麼多 甚至乎可以減掉它 真的不要搞錯 不要誤會 甚至乎是不是我們怪錯了白飯 我們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我們說一下我們的飯 華人 甚至乎是亞太地區 又或者是全世界來說 有很多人都會吃的東西 即是煮糧食 華人 亞洲地區 亞洲人 吃飯為主 西方人 例如意大利 吃意粉 或薄餅 法國人 可能吃麵包 不知 美國人吃渣食 熱氣 一樣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習俗 又或者這樣說 人隨著變遷 大家吃的主糧 已經沒有分得那麼仔細 有些人 可能很喜歡吃意粉 吃意粉當正餐 有些人 可能是外國人 他都會吃飯 吃炒飯 無論中式也好 日式也好 不同種類 咖喱 配合米飯 其實在全球來說 每個人都會接觸這樣 但是 尤其是在我們生活當中 我們從小到大 已經被人訓練到會煮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曾經在外國很出名 有位英國的女士 教煮飯 然後 有一位亞裔人 拍片 用一個笑的形式 搞笑的形式 說西方人不會煮飯 哎呀 那些 你覺得我們是否真的會煮飯 問問大家 你懂得煮飯 當然懂 有多難 洗完米 然後蓋上鍋蓋 然後蓋上鍋蓋 飯鍋就可以了 也不用我煮的 飯鍋煮 好了 你說得很簡單 這樣就懂得煮的 煮飯 煮得漂亮不漂亮 煮得有沒有營養 原來 就是 要看看你 平時 你用水的東西 說到煮飯 最重要的是煮飯 沒有水又怎樣煮呢 沒有米又怎樣成飯呢 煮水和米都是重要的 原來 我們煮飯 或者用煮飯 用這個講義 有些人以為是煮飯 煮飯這個問題 原來我們用水用得不正確 營養會流失很多 好了 我們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為何會這樣 大家都會吃飯 我們沒有留意這個細節 可能 pee 一打開水龍頭 可能會花珠光 白髮 平時我們常生活當中,你洗米,是否一扭一個水龍頭洗? 有多少人是?可能你回答我,很多人都答對了 有什麼問題?原來你是這樣做的話,你就要留意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的自來水有氯氣 你用來煲飯,米飯入面那種維他命B 流失的速度會和煲飯時間成正比 我不知大家煲飯煲多久,我家的煲15分鐘 15分鐘就可以了,因為我有壓力 是壓力煲來的,小時候壓力煲很快 15分鐘左右,最快10分鐘就煮好了 不是開玩笑,煮出來很軟 當然,平時可能煮十幾二十分鐘,有些慢煲 像溫水煮飯一樣 原來是這樣的,我們用了這個水喉水去煮飯的話 就會流失了維他命B 為什麼呢? 說了,有氯氣,有人說 應該怎樣做?其實很簡單 將平時煮飯的水,變成煲的水就行了 因為要走那些氯氣,用過濾水 用濾水機的水,所以我自己也有用濾水的 其實除了叫做氯氣之外 還有一些浮流生物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濾水的水管 因為我們大廈的水管有很多不同的骯髒 有些重金屬,你以為射出來的水白色透明很帥 你一插一支濾心進去,你就會知道它變色了 很快變色了 我現在一個月就啡色了 整個屋的濾心全部都是啡色的 一旦啡到黑,我就換了 我看到有人說,濾什麼心?那些還髒 還養著水 其實你想想,所有地方的水管都會養著水 有東西隔了,還有專業的那些是經三包胎 何謂三包胎,即是它用不同的濾心 它有不同的功能 先過濾大粒微生物,再經過棉 再隔類一些比較微細的生物 再隔類一些灰性炭,甚至乎各種類型 把氯氣和有害的物質都隔起來 然後才淋出一些比較乾淨的水 對自己也比較安心 其實我覺得什麼都好 那些濾水的東西,經常都要緩 勤緩勤清潔 不然就好像有些朋友一樣說 那些更髒呢? 你不換那些更髒 你不換那些更髒 你要勤緩,勤緩 好,那你說我沒有 那怎麼辦呢? 原來還有一招我們要留意 有很多人煮飯的時候 其實 知道為什麼米會變成飯嗎? 其實原來是透過一種微妙的變化 就是那些澱粉糊化 簡單一點就是用它吸入水裡面 把麵由硬變軟 把水分、熱力、滲透到一米內部 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有些人就教了 你洗完米之後 洗乾淨之後 將那些米浸一浸 令到米裡面的澱粉在加熱之前 吸收水分而膨脹 這樣就可以包你熟 當然我自己覺得 這些飯煲很快 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件事我相信 我們很多人都會做 我都會做 原來這樣是錯的 原來大家煮飯很流行 有時候大家涼水 你經常都說米受不受水 或者不知道它 可能要焗一焗它 經常都說這件事 讓水吸收進去 原來專家告訴你 是錯的 是超錯的 飯煲跳了之後再拿去焗 這個原來是錯的 不是吧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錯呢 第一件事 有些人 中國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對於米其實也很講究 原來說到洗米方面 就是浸水 日本人這樣說 他們覺得 第一次泡水 應該不要浸過三秒 即是叫做 馬上就噴 為什麼呢 第一回合 第一次洗米 是把那些骯髒的東西沖走 而說到 那些米 因為乾身的 你第一次浸水 你讓它浸得久的話 那些米就會噴 吸收進去 它在最乾燥的時候 米吸收的力量是最強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有人說 掉了電話在水 馬上放進米裡 讓米吸收水 因為它一遇到水 就像人家的吸濕大陣醬一樣 噴噴 就吸收水 如果你把那些污髒的水 放太久的話 就會把那些污髒的東西 吸收進去 而影響味道 而說到很多人喜歡洗米 洗很多次 剛才我都說過 洗米不應該洗很多次 靈養流失 原來有專家說 你洗米的時候 輕輕就可以了 不用拼命 就像攪拌機一樣 不停搓 而說洗三次以來 因為你大力搓 你把米的澱粉洗走 那你煮出來的飯就會失去彈性 又軟又黏 好像膠水一樣 所以就輕輕的浪浪 就包你煮出來 有咬口 另外 當然 有些人會覺得 可能用不同的水 去煮 剛才說過 不要用水喉水 有些人會用礦泉水 蒸餾水 用軟水的話 的確可以提升甜味 那 有人說 什麼叫軟水 什麼叫硬水 什麼叫硬水 什麼水都有分軟硬的嗎 如果你真的喝過 其實你分得到 很多人都會分得出來 如果這樣說 你未必知道 你拿一杯蒸餾水 和一杯礦泉水 可能現在我們香港市面買的 外國的礦泉水 你喝下去 你就知道 口感有分別 口實一點 礦泉水 而普通蒸餾水 單薄一點 所以礦物質的過多 例如礦泉水 就是硬水的一類 用硬水煮飯 就不太好 甜味會比較少 當然 很多人喜歡 焗飯 是不是真的好一點 原來有專家告訴你 剛剛煮好的飯 其實有大量蒸氣 如果你跳仔之後 不開蓋 那些倒汗水 滴下去的時候 就會爛 那應該怎麼做呢 就說 一煮好了 應該就關鍵 然後打開蓋 當然要小心辣 那些蒸氣 爆上來 那更加了 就應該 上下反轉 將裡面的飯 拌來拌去 確保 所有水蒸氣 慢慢排放生出來 就不要焗到它 爛了 包你的飯 就最好吃了 好了 剛才說到 吃白飯 經常都說 糖分高 澱粉 是不是 有人就覺得 那是不是不應該吃這麼多飯 原來有專家告訴大家 有六種人應該就要天天吃白飯 那不是叫你喪食 不是叫你做飯桶 凡事吃得過多 亦都出現了一個反效果 我現在這樣告訴你 不是奉勸你 在喪買米 立即要買 我們就奉行這些低糖飲食 對嗎 亦都覺得 白飯是令到 試糖的癌症 一個主要的元兇 但是由中醫的角度來講 其實飯 有一些人是要吃多一點的 為什麼 本身飯 就有益脾胃 益氣生津 其中最大的好處 就是容易消化 不會造成長胃負貪 不過我覺得這個位置要等一等 如果人們不懂煮飯煮生米 就肯胃了 嘩 肯胃啊大哥 正常 我相信 除非很特殊的情況 如果剛才一開始 大家都會說 吃飯煲煮 怎麼會不會煮 有些人是炒粉 煮飯可以煮到生米 很離譜 其實有幾個情況 主要是會放生米 不懂 Digimon 你可能還捏了米 我自己也會有交生米 有罰米 »,數碟、 маг甩、紅色 如果有多、小 也會提供生米 會引用餐時 � médi Fr que dit 吃完米我都要先試一試,否則真是領域,我都試過吃得很辛苦 中醫說白飯比起五穀米,碳水化合物,營養是少 但對於腸胃不好的人,是可以增加腸胃活動能力,幫助消化,幫助餘動 對於增加蔬菜、蛋白質、營養吸收都有幫助 本身胃不好,用白飯墊底,令它刺激動 再吃其他東西,在某程度上吸收得更多 有些專家告訴大家,有哪些人士最好一天吃一碗飯 不是一天吃幾碗飯,一天吃一碗飯 那些人士,胃有事,胃炎,胃食倒流,胃酸倒流的朋友 消化不良,經常胃氣脹,便秘,肚餓 這些人原來要吃白飯?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一起看看 因為那些食物倒流和胃酸倒流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醫生覺得要盡量用白飯 因為它的性質是溫和 你不要煮湯飯,不要煮爛飯 它可以幫助你保養胃,不會傷胃 但是有人說,如果不吃飯,吃麵條,吃麵包可以嗎? 那就不行 從中醫的角度來說,小麥吃得多會上火 更加會便秘,皮膚差三粒粒,更加會發炎 所以告訴大家,如果有人怕胃,是不是不能吃白飯呢? 原來,有人說,我們要拆解幾件事,我經常都說 究竟是不是真的白飯是主胸? 我們要了解一下,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吃了多少粒粒粒粒粒 你說,不,我每天都吃一頓飯,為什麼都比肥仔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可能跟我們下午和早上吃了很多古靈精怪的食物 例如,先做個朱古力蛋糕,然後先做杯奶茶汽水 一天兩三杯,這些都是久而久之 加上你不做運動,你一定會肥胖 就算不吃飯也會肥胖 所以有些人說不可以,下午要吃飯,因為體力勞動 亦是最好的能量給予我們 所以有些人說晚上休息了,不用怎樣動動 所以可能吃少一點飯 所以我們要配合 吃飯是說配合 不是純粹要戒掉,所以我們更要知道 腸胃不好的人更加吃飯 幫助身體消化 幫助身體吸收其他有營養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本身腸胃不好,吃少一點會吐 飯反而下肚之後,令胃舒服 同時幫助其他一起消化,我們會吸收營養 不會令人沒有營養,更加虛弱 這件事也可以告訴大家 原來 攪煲飯也這麼複雜 有這麼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好,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拜拜